拜登還向澤洛斯基致切 他是怎麼說的 還說了哪些內容呢 另外下週瑞士將主辦 烏克蘭和平峰會 不少國家都有參與 但是俄羅斯卻沒有被受邀 交給成泰 主要是因為美國國會 過去是因為兩黨打不到共識 只要針對美墨邊境議題上 鬧得不可開交 導致年代讓軍援 烏克蘭 以色列 還有印太地區的資金 都受到延宕 而且長達了大約半年之久 那麼這回拜登在法國的會談中 首度向澤洛斯基致歉 我們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另外拜登也在這場會談中宣布一個最新的援助烏克蘭的包裹高達2.25億美元 折合台幣大約超過70億台幣 那麼這個援助主要是要讓烏克蘭來修復自家的電網和基礎設施 至於下禮拜的15號和16號 瑞士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總共有大約1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受邀 而且目前已經有90多國確定參加 但主要的大國包括中國大陸和俄羅斯 目前都沒有在參加的名單內 而俄羅斯是壓根連受邀都沒有受到邀請 那麼主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則是表示 美方是鼓勵中國大陸來參加這個和平峰會的 但是鑒於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關係非常緊密 因此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是拒絕參加這個峰會的 而俄羅斯總統這邊 他參加了聖彼得報的國際經濟論壇 他在上面發表演講 他是說到即便俄羅斯沒有用核武的話 他一樣能在烏克蘭打贏戰爭 而且他也有說到 事實上所有的武裝衝突 都會在以某種的和平協議上終結 而且終止這場戰爭的 不過白宮這裡有高級官員就是表示 美國未來應該會部署更多的戰略性核武 來遏止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軍事發展 另外看到的是近年來越來越多孩童 離不開手機還有攝取媒體 也影響到了日常生活 而這回美國紐約州週五就通過了一項法案 禁止攝取媒體向未成年用特定的演算法 推播會令人成癮的內容 詳細情形再請成泰為我們說明 好 這項法案是由紐約的州議會在週五通過的一項法案 禁止攝取媒體平台對未滿18歲的未成年用戶使用會令人上癮的推播演算法 也就是說攝取媒體不能一直在推播給這些未成年孩童或青少年 一些他們平時會有興趣的主題 而這個法案主要是針對像是IG臉書還有抖音TikTok等等 如果有被發現有違規的公司的話 他們將會有30天的導正期 否則將面臨針對每位18歲以下孩童用戶最高5000美元的賠償 而這也讓紐約州成了第一個美國的州立這樣的法案 另外紐約州侯可他在五月底的時候 還有提出一項法案計畫 也就是希望學生在校園內禁止使用手機 那麼主要是要降低孩童對手機的依賴程度 也降低他們可能會上癮的這個機率 也就是說接下來會越來越多的州 會跟進這樣類似的法案來遏止學生還有孩童 在平時影響到生活還有他們的課業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孩童使用手機如何恰當的使用 也是全球非常關心的議題了 今天非常感謝國際組記者程程泰為我們說明 Has created the world's AI infrastructure 回答黃仁勳 超維蘇茲 英特爾基辛格 高同愛萌 AI四大天王引領科技新未來 Computex Taipei 2024 請鎖定AI四大天王在台北 特別報導 完全省錢戀愛手冊 每週一晚間8點到10點